昨天跟科班这场比赛是体力上精神上最简单的一场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是我整个实力也包括我意志品质的突破 因为斯瓦特克他曾经击败过我六次 我曾经四次拿过罗兰加洛斯的冠军 我在最擅长的土地上面击败了他 也在最重要的赛事上面击败了他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是我整个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突破 整个体能状态的一个突破 今天躺在地上是为自己为国家感到不开心 因为这是我历史性的一个突破 是我为国家争战历史性的一个突破 是整个一个情绪状态所有混杂在一起 因为昨天我这场比赛其实我刻意赢得更好 但今天这场比赛是我真的完全很难确定 因为我曾经输给他六次 但是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面 为国家争战的这一刻我赢了 我觉得是整个中国粉丝 然后整个中国带给我我的比赛 我从小一直都想要成为突破历史的人 我一直在这条路上努力着 但是我知道战役还没有结束 虽然我已经突破了 但是呢我不想在这里停下 我希望可以拼到最后一刻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